关于家的记忆蓝图、租屋人生的创作发想来自社区的公布栏 上头有满满的租屋、售物的广告 以及许多已经残破不甘的广告痕迹 有些是私奇广告单时所遗留的 有些则是时间太久已褪色模糊 这让我回忆起那段失去租屋的日子 我们一家忙碌地寻找各种租屋、售物的讯息 我将自己不同时期内容的家庭照 与广告单上的影像、文字进行单一结构的叙述 以及符号结构后重组的思考 我想重置这段讯息 重新传达家的认知与情感的坐标